台南府城 一个美妙的文化古都 生活在这片土地 你对于土地下的文化 了解有多少呢 让我们来公口力栽 我们把时间往前推 话说开台胜亡 郑成功飘洋过海来到台湾 好像太早了 我们来把时间快转一下 以香港 不是 原民国六十年 自来水管线 雨水下水道管线 开始地下埋设 紧接着电力 电信 天然气 污水等管线 开始陆续埋管 到今年为止 台南有49个管线单位 管线总长长达3600公里 等于可以绕台湾25.5圈 三国实习 天下三分 就已经乱糟糟 更别说49个管线单位 铺天盖地 交织纵横的布满台南 管线埋在地底下 看不到又摸不到 又要封路 又要挖路成本高 又难以管理 到底为什么要将管线 埋在地底 我们先来想想 管线在地上的话 又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放你家 放我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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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会吵得没完没了 就算真的找到地方放了 还会遇到台风 好与意外事故车辆 钢断电线 触电 等等等等 实在是很麻烦 而花大钱又搞钢的地下管线 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街道美观 交通顺畅 有利风水 是避风避水 不再受气候影响 更不会有意外破坏发生的机会 不过地下管线 还有一个更期待解决的问题 管线单位 人事众多 不但道路挖掘多 地下空间又有限 所以大家各挖各的 各埋各的 你挡到我 我夸过你 我挡到你 你绕过我 早期各家绘制的图资 不但不精准 也难以互通分享 后来鬼头软糟糟 导致会发生 互挖 混醉 等待 混加速 实在 经过年代的演变 管理地下管线的图资 由民国70年的首绘图资 变成民国90年的电脑绘图 最后100年左右 各家开始用电脑管理图资 虽然看起来 是有那么一点点点点的进步 但是依然缺乏 整理资料统一 民国101年 台南市政府公务局 开始书童文车童轨 统一度量横 啊不是 是统一图资规格 并整合成线上查询系统 于102年7月1号 正式上路 经过台南市政府 公务局的努力 收集 除错 统整 建党 开发系统 现在不但管线资料 皆可上网查询 连一般民众也可以上网查询 所有管线分布 与每日施工路段 没错 你没听错 就是你 甚至可以用手机APP 及时查询 及时回报 先不要急着拿手机 我知道这很了不起 不过你先把动画看完嘛 除了回报与查询外 透过管线管理系统 更可以提供你想象不到的居住安全保障 什么居住安全 什么保障 想不吼 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管线精准的分布资讯 提供防震灾 等安全性加值服务 让管线不再只是管线 未来台南市政府将开发台南市管线3D系统 3D 不不对 不是阿环达那种没戴眼镜会糊掉的3D 是你的手机就可以查询的3D管线显示系统 而将来3D管线系统 能将现有系统的工程规划 道路管理等加值服务 更人性化 视觉化 视觉化 不论是幽闽闽的新买管 还是老口口的旧管更换 都可以使用快速简单的3D管线系统 分配管位与管理 透过手机及时观看地下管线分配与空间 精准的3D图资 不但让施工单位像戴了透视眼镜一样 清清楚楚地看到 看不到的地下管线 民众也可以了解所有路段的管线分布 让地下管线 这本来没有办法看到的重要资料 全部公开透明 透明 安全 市民无负担 经过台南市政府公务局长年来的努力 我们不是让台南市越来越好而已 而是超越好 还要更好 台南市政府公务局 用心与您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